测试一下,能听到吗?测试一下啊 好,我们今天就不讲疫情了啊 我们今天就不聊疫情了 那个大家平常关注一下疫情就好了 我这就不聊了 你就直接开始了啊 今天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 就是仆女上升过程中的几个大卡 我们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是仆女好吧 因为你要聊一个话题 你首先需要定义这个话题 如果你不定义这个话题呢 那你就没办法聊这个话题,对吧 我们都知道啊 以前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网红叫刘姬首 对吧,他以前是豆瓣的网红 后来在微博上特别火 他在微博上怎么火的呢 通过给女性打分 对吧,给女性的长相打分 实际上呢在微博上 不管是在微博上还是在互联网上 有很多的网红啊 包括我就是都曾经给女性打过分 长相打过分啊 其实啦 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噱头啊 这是一个噱头 也并不是说真的是好看不好看啊 或者是真的是就对一个人的长相 盖观定论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但是呢 我们要承认的一点是什么呢 对于一个男人和对于一个女人 他在这个社会上 别人对他的认知 对他的评判啊 作为一个男人和作为一个女人 这个社会对你的客观评价 或者叫做客观评分 他是有他是有什么 他是有维度的 一般来说这个社会怎么去评价一个男人呢 会从哪几个维度评价一个男人呢 其实你你会发现啊 在这个社会上很少有人会通过长相来评价一个男人 对吧 虽然是吧 吴彦祖长得很帅 彭于彦长得很帅 对吧 张震长得很帅 这些明星长得很帅 OK没有问题 他们确实长得很帅 但本质上 其实这个社会对于男人的长相 本质上是宽容度很高的啊 尤其是在东亚国家宽容度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像中国这种国家啊 可能跟韩国还不太一样 韩国的很多男生也会去整形 对吧 也会打扮的很漂亮啊 那一般来说呢 像在中国呢 他一般会从哪几个维度啊 不管是女人还是其他人 他如何去看待一个男人 最重要的维度是三个维度 是金钱事业还有社会地位啊 就是你有多少钱 你能挣多少钱 然后你的事业基础是不是非常非常好啊 你的事业是不是非常好 你是不是很有名啊 然后就是你的社会地位啊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啊 什么样的tattle 对吧 你是在社会 你在一个大公司里是不是一个很出名的高管 或者是一个很有地位的高管 对吧 或者是你是不是一个明星 你是不是个网红啊 就是你的社会地位啊 这三个东西基本上就可以评判一个男人啊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对一个男人的评价 其实本质上就是金钱事业 还有社会地位 那女人呢 你会发现女人的评判维度和男人非常不一样啊 女人的评判维度主要是三个啊 美貌 就是他长得怎么样 然后他的男人怎么样 他的家庭怎么样啊 你就会发现跟男人就特别不一样 对吧 男人是金钱事业社会地位 女人是美貌男人还有家庭 所以你们会发现他的社会属性就不太一样了 对吧 男性的话他有他有他有非常强的社会属性啊 那女性的话他就有很强的家庭属性 虽然呢 这虽然这几年呢 虽然这几年女权是吧 网上有很多人搞女权的东西 但基本上都你可以理解为 基本上都不太成气候 说实话啊 基本上都不太成气候 因为其实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非主流的东西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主流的东西 然后呢 其实中国本质上是个右派国家啊 就是什么叫右派国家呢 啊就是中国是个很传统很保守的国家 跟美国比较像 相对来说啊 像欧洲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左派国家 左派国家的特点是什么呢 左派国家的特点是就是 亚文化群体非常强势啊 比如你们都知道欧洲是白人国家 对吧 欧洲是白人国家 但是呢 这些白人国家里那些穆斯林很强势 那些黑人也很强势 对吧 那些同性恋群体也很强势 对吧 然后女权群体也很强势 啊这些都是亚文化 那相对来说中国其实很保守啊 中国都整个东亚国家相对来说都比较保守 对吧 因为在中国呢 同性恋爱也并同性恋爱结婚也并没有合法化 对吧 然后呃 实际上呢 实际上女权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很主流的价值观啊 所以呢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 我们不聊任何政治正确的话题啊 我们不聊任何政治正确的话题 我们不聊任何啊就是什么男人和女人的对比 我们不聊这些东西 我们单纯的从客观的角度啊 从这个社会对于大部分女性的认知啊 的角度去聊一个女性 一个普通的家庭出身的女性啊 甚至于她长相也普通啊 家庭出身也普通的这样一个女性 她在上升过程中 她所遇到的挫折 她所遇到的比较大的几个关键的点在哪里 第一个坎是什么坎呢 啊 我们先说长相坎 女性呢 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呢 啊 就是经常会有女粉丝来问 来给我提问 对吧 来咨询我 你们知道是吧 我是微博上最出名的职业咨询博主 对吧 非常非常出名 我接的微博的咨询应该是最多的啊 而且都是付费的咨询 说有偿的咨询啊 那几乎所有的女性咨询者 如果她的职业遇到问题 或者是她她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 我都会问她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长得怎么样 然后有 但是令我非常吃惊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50%以上的女性 她会告诉我什么 她会告诉我 你为什么想知道我长得怎么样 她以为我对她的长相感兴趣 其实我对她的长相不感兴趣 她只是个素人 对吧 她并没有名气 对吧 她也不是明星 我对她的长相感兴趣 我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女性的长相对于在中国 女性的长相对于一个女性在社会上的发展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们 因为呢 你们都知道啊 女性在生理上 在体力上 就是她 她干重体力劳动肯定是不如男性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对吧 就是这就是农业时代的时候 对吧 为什么农业时代的时候 她都是男尊女卑的 对吧 然后呢 都是想 是吧 各家各户都是想生男孩的 对吧 那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农业时代的时候 体力劳动女性跟不上嘛 对吧 因为体力劳动的话 女性相对来说 她的体力没有 没有男性那么 你可以理解为 没有那么大力气 对吧 简单理解就是这样 所以呢 你会发现在社会上呢 其实女性的 无论她是什么专业毕业的 无论她是什么专业毕业的 你最后会发现 其实女性本质上 她去做一些强体力劳动 是没有办法做的 啊 呃 那些苦力啊 工地那些活 我们就不说了 好吧 就算是像土木工程 这样的专业 就像是土木工程 包括计算机行业 对吧 你其实也有很多女生 学土木工程的 大学里面是有 土木工程专业 是有很多女生的 啊 包括计算机专业 其实也有很多女生 但是你最后会发现 等你真正去校招的时候啊 我相信学过这种专业的女生 一定知道 就是等你真正去校招的时候 比如你学的土木工程 或者是你学的一个 类似的这种 就是需要出差 去野外的这种 非常辛苦 非常劳 非常劳累 然后对体力要求很高的 这种职业的时候 其实你最后会发现 大部分用人单位 是不喜欢招聘女性的 哪怕你学习成绩再好 她都不太喜欢招聘你 对吧 这就是因为女性呢 她本身这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认知啊 就是相对来说 就是女性认知你 就是比较喜欢稳定的啊 然后呢 吃不了苦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当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认知 她本身就是说 女性不擅长做体力劳动的时候 那么女性擅长做什么呢 你会发现女性 其实在一线的互联网公司 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线互联网的中层和基层 包括到总监岗这个层次 女性的数量都是明显多于男性的 就是基层 基层的员工 包括在互联网大厂 包括在房地产公司 几乎所有的 就是在写字楼里工作的白领 在写字楼里工作的白领 就是女性可能不擅长做蓝领工作 对吧 因为蓝领工作都是体力工作 对吧 然后白领里面 基本上你会发现 所有的公司 就是在写字楼里 所有的公司 基层和中层 女性都是占多数的 而大部分 大部分写字楼的工作 大部分在写字楼里的工作 尤其是文质类的工作 它是不需要太多的 包括销售工作 包括文质类的工作 只要你不是搞计算机编程 一般来说大部分工作 你只要专业性不是特别强 一般来说 其实说实话 你只要有一个正常的本科学历 对吧 一般来说都没有太大问题 就是 并不是说这个岗位 是吧 一个行政 你就必须得是行政专业毕业的 并不是说HR 你就必须得是人力资源专业毕业的 对吧 并不是说你是市场部的 对吧 市场部里面什么专业毕业的都有 对吧 是吧 学计算机的也有 学这个市场营销的也有 这个学这个心理学的也有 学什么的都有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在专业技能不是 门槛不是很高的情况下 女性的长相对于应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为什么大部分 就是大部分女性来咨询我的时候 我会发现 她居然不知道女性的长相 对于一个工作是很重要的 对于她应聘一个工作 能否成功是很重要 她以为一个女性在应聘工作的时候 完全是在靠她的专业 完全是在靠她的 这个大学学历在去应聘的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你们可以去看 对吧 其实女性很赚钱的一些行业 比如明星 女明星 对吧 女网红 对吧 比如模特 对吧 比如市场部的女性 一般来说工资是比较高的 对吧 因为她是对接 对接这个资源部门的 对吧 前台工作 这些工作 其实都是不太需要学历的 或者说学历没有那么重要的 啊 很多人只是以为长相对于女性来说 只是对于结婚找对象 有有有有意义 有价值 啊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完全不是这样的 啊 就是女性的长相对于找工作 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影响非常大 啊 那女性的生机过程中 啊 还有一个什么很重要呢 第二个卡是什么呢 学历卡 啊 很多很多人啊 很多家长啊 尤其是 尤其是家里条件比较普通的那种 那种家庭啊 就不太重视女孩教育的那种家庭 他们认为学历对于女孩非常不重要啊 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 学历对于女孩的重要程度远远高于对于男孩 那 这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对吧 你们知道 男人是吧 他可以吃苦 对吧 他可以受穷 啊 他可以一无所有白手起家 对吧 他可以没有没有一个太高的学历 然后他去做周黑鸭也好 对吧 他然后他去做这个海底捞也好 对吧 当然了女人也有也有是吧 也有做成什么 是吧 像什么老干妈呀 什么湾仔码头也有啊 这个我们都 我的微博都举过例子 但是你们要知道 老干妈 是吧 湾仔码头 这俩女的都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他们老公都死了 他不是老公都死了 老干妈的老婆 就是老公是死了 湾仔码头的老板 是他老公 不要他了 然后他自己带着俩孩子 在香港 然后呢 就在码头 就在就在码头 给给工人煮饺子吃 然后呢 煮的特别好吃 越做越大 越做越大 创立了这个品牌啊 这他们都有一个特点 然后董明珠呢 是他老公死了 就是这这些 这个我们后面再聊啊 我们先聊学历的问题啊 就是你会发现这些女性 这些成功的独立的成功的独立女性 他们的特点是 要么就是老公死了 要么就是老公不要他们了 然后他们开始靠自己啊 所以说女性呢 实际上能力并不比男性弱啊 这个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女性的能力并不比男人弱啊 我从来不认为女性的能力比男人弱 为什么学历对于女性特别特别重要呢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在中国呢 啊 其实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是这样 女性的最重要的优势 其实本质上是社交 并不是学习啊 并不是学习 其实你们真正的去看 拿诺贝尔讲的有几个女性 对吧 其实没有多少女性的啊 百分之可能百分之七八十 百分之九十都是男性 对吧 女性的学习成绩 普遍比是比男性好的啊 就是你在高中班里面 你去看前十名 可能七个都是女的 三个是男的 对吧 然后包括在大学里面 一个班里面 基本上学习最好的都是女性 对吧 因为女性相对来说 他受社会规制啊 更强 就是他会他会更听话 对吧 代表让你学习 你就学习 老师让你学习 你就学习 对吧 他不会他不会有太多的啊 如果说你抽烟 那你就是坏女孩 对吧 如果说你你去打架 那你就是坏女孩 对吧 如果你去这个这个这个参加 这个什么跟小流氓在一起 那你就是坏女孩 但实际上男人抽烟是吧 男人抽烟的太多了 对吧 这个男人打架的太多了 对吧 这个 男人反而很多男人 反而会以这个自己的这种啊 怎么说呢 江湖气 或者叫做底层的这种气质 啊 或者是这种流氓气为荣 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 事业啊 就是任何一个女人 如果说你有流氓气 你有底层气是吧 是没有人会欣赏你的 那么一个好学校 一个好大学 一个好学历 对于女性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啊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 包括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女性找对象也好啊 女性上好大学也好 包括认识人 包括找对象也好 学校是第一个圈层啊 学校是第一个圈层 因为越好的大学 有钱的家的 有钱家里的孩子越多 然后有本事的家里的孩子越多 对吧 有钱的 家里有钱的男孩越多 然后然后有本事的男孩越多 这就是你的圈层 这个就非常非常重要啊 就算你自己没本事 你能找个好老公 那么你们你们就想想吧 对吧 一个二本学校的成才率是多少呢 对吧 我们假设工作五年 一年赚一百万 我相信像清华大学 这样的学校 对吧 工作五年 一年赚一百万的人 一百个里面 我估计可能得有十个到二十个 对吧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我估计是有 我估计百分之十肯定是有的啊 但肯定不可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这你们放心好了啊 就是清华大学没有那么牛啊 没有那么牛 他的平均公司没有那么高啊 但是一个差学校对吧 一个二本学校 他的成才率是什么样的呢 工作五年以后 年赚一百万以上的 可能就只有一个人 或者只有三个人 而且这 而且这三个人里面 可能只有一个是靠自己成功的 是吧 就比如像我那样的人 对吧 可能剩下两个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 对吧 就不好好学习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对吧 你这整个圈层就不行 啊 然后再一个呢 中国是一个很重视教育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 女孩 有一个好的学历傍身 有一个好的学历 作为背书 是非常容易受家庭 家庭条件好的男性的家庭的认可的 你知道吗 啊 就是你有一个名牌大学的学历 你有一个名牌大学的本科 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 如果对男方家的条件好 男方家的 男方家非常有钱 啊 他是非常认可你的这种 学历的 对吧 因为中国人很重视学历 中国人很重视教育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985大学的本科研究生 对吧 基本上 你只要其他条件不太差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通过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通过男方家的这个父母的 对你的学历要求 对吧 但如果你长得很好看 但是你是个中专学历 啊 相当一部分 男方家庭的父母是 可能会介意 他可能 但是他为什么介意呢 是吧 他可能觉得你不学无数 对吧 他可能觉得你不好好学习 对吧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对吧 女孩的成长过程中相对来说会 比男孩简单很多 对吧 他不会像男孩像去打打杀杀 打群架 参加黑社会 是吧 什么什么 什么调皮 捣蛋 对吧 是吧 那一个女孩 他如果好好学习 是吧 正常来说 是吧 他至少应该考上大学吧 对吧 那如果说他连大学都没考上 那 那如果说对男方家庭条件很好 他会怎么想呢 他会觉得你家条件可能太差了 对吧 或者是你父母太不重视教育 是吧 或者是觉得 或者是觉得你可能就压根没好好学习 以前干过很多 干过很多是吧 坏事什么 所以我始终认为 女性的学历啊 学历条件 学历背书 比男性的学历条件和学历背书还要重要 还要重要啊 因为一个男性 他如果没有那么高学历 对吧 就像周克鸭子老板一样 是吧 就像海底捞的老板一样 或者是像三只松鼠的老板一样 他就是中专学历毕业的 就是大专学历毕业的 甚至他没上过大专 他能吃苦 对吧 他能吃苦 他就创立一个事业 是吧 没有人会在乎他的学历 但是你们也都知道是吧 就是女性的创业的人相对来说会少很多 对吧 但是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学历就非常重要 对于你找工作也很重要 是吧 对于你的这个受到南方家庭的认可 也非常重要 那么女性上升过程中 第三个卡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婚姻 但是你的婚姻是什么决定的呢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社会是如何评价女性的 对吧 是如何去评价一个女性的 在社会上的地位的呢 对吧 美貌 对吧 当然了男人和是男人男人和家庭呢 是你成家之后的事情 对吧 但是在你成家之前 他会怎么评价你呢 啊 美貌很重要 对吧 刚才我们说了学历 是吧 而且学历决定了你能赚多少钱 那如果你自己赚不了多少钱呢 那你的家庭背景也很重要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什么 叫 是吧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啊 婚姻对于女性来说啊 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 非常非常客观的来讲啊 对于一份婚姻来说 普遍来讲 女性的付出是比男性要大的 对吧 首先女性要生孩子 男性不生孩子 对吧 这是最简单的啊 因为生育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 然后呢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呃 生理上的压力和心理上的压力 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上的压力 而且呢 女性在婚姻中有一个 有一个现象 是什么现象呢 啊 包括在谈恋爱中 包括在婚姻中 都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 当你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或者是你跟一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是吧 不管是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时间长了 或者是你跟他有孩子了 你会发现 男性普遍来说 他的责任感会更差一些 啊 不管是对于这个家庭 还是对于这个孩子 还是对于 呃 这份感情啊 男性普遍的责任感都会差一些 这个是客观现象 对吧 一般来说女性 在一个家庭里 是吧 如果说生了孩子 他一般来说都是 能不离婚就不离婚 是吧 能忍就忍啊 只要你 只要你这个男性对他别太差 对吧 或者是赚钱能力 只要别太差 对吧 不要说就是 甚至于很多就是男性可能完全不赚钱 对吧 就可能就只赚几千块钱 只能把自己养活 甚至都没有办法补贴家里 很多女性 他宁愿自己出去赚钱养孩子 他都不愿意离婚 也就是说女性对于家庭啊 对于感情的责任感会更强啊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啊 这跟这跟女性的整个的生理 生理的状态也有关系 我们必须要承认 但是呢 这也是一个坎 什么坎呢 就是来咨询我的很多女性粉丝朋友 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老公 对他们的 不管是对于家庭 就是对家庭完全不负责任 然后赚的钱 也基本上也赚不到什么钱 完全没有办法补贴家里 自己赚钱去养孩子 这样一个状态下 他们也不愿意去离婚 而且可能 这个男性可能 甚至还赌博 甚至还酗酒 甚至还做个 完全不赚钱的状态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完全不赚钱 不补贴家用 然后呢 对老婆也不好 对吧 然后也不养孩子 然后 然后这个完全 基本上是靠女性 在支撑这个家庭 他们都不愿意离婚 那这也是一个 很大很大的坎 那女性的这种 重感情本身就是 对于她自身的人生发展 是有有害处 我可以这么直接告诉 你是有害处 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叫伤人 重力 轻离别 就是做生意的人 或者叫做事业上 很成功的人 一般都有这个特点 就是重力 轻离别 因为事业心很强嘛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可指责的 为什么没什么可指责的呢 这个是人的注意力的问题 就是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 对吧 因为你一天就24小时 睡8个小时 然后呢 另外8个小时再上班 还有8个小时呢 我们之前也讲过 对吧 其实你正常的8个小时上班 是不止8个小时的 对吧 因为你来回还有两个小时 对吧 就10个小时 然后再加上中午吃饭 两个小时 12个小时了 对吧 再加两个小时班 就14个小时 对吧 一天一共就24个小时 对吧 你在上班上花了14个小时 你就剩10个小时了 然后呢 你睡觉要睡8个小时 那你就只剩两个小时 自己的时间了 对吧 这个是大部分 打工的人的情况 那么做事业的人 就更别说了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基本上所有的老板 都是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的 就是除了睡觉 基本上都是 把整个注意力 和事业的注意力 然后这个 目光的注意力 大脑的注意力 全部都集中在事业上的 所以有一句话叫 商人重力轻离别 尤其是男人 我可以这么明确的告诉你们 你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男人 都离过好多次婚 但是其实很多成功的女人 也离过很多次婚 或者是干脆他们老公死了 他们就不再结婚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就是很多成功的男人 他离过很多次婚 然后呢 很多成功的女人 如果他是靠自己成功的女人呢 就像老干妈这样的 对吧 就像弯仔码头这样的 就像董明珠这样的 他老公死了 或者他离婚之后 他就不再结婚了 但是很多成功的男人 他离婚之后 他还会再结婚 这个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跟你们讲了 就是男人实际上 尤其是有事业心的男人呢 他可能在感情上 他没有那么大的付出 他没有那么大的注意力 他结不结 对他来说可能 都没有那么无所谓 就是他 或者说不叫无所谓 就是没有那么重要 在他看来 可能就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对女人来说 他就不是这样了 所以呢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女性 在家庭矛盾 在婚姻遇到问题的时候 在婚姻遇到很大挫折的时候 她依然不愿意离婚 啊 我是非常建议 理性啊 理性 然后呢 该离婚的时候就要离婚 啊 没有办法 为什么呢 因为你自己带孩子 是吧 如果说对方完全没 对家里对家里的财务 没有任何帮助 是吧 对你的事业也没有帮助 对你的财务也没有帮助 甚至不管孩子的情况下 那其实你不仅在养你 你不仅在养你啊 你也不仅在养你的孩子 是吧 你还在满足另外一个人的情绪价值 对吧 这种情绪价值会牵绊你的成功 啊 但你还不如离婚呢 对吧 你真的还不如离婚呢 我大学的时候 做过一个家教 啊 那个时候我的老板 我在给他 我给他带孩子 他孩子是初中的啊 是一个初中的小男孩 啊 那个女老板非常非常的成功 在重庆做房地产的 非常成功 非常有钱 啊 他也是离婚了 两岁的时候 他就跟他老公离婚了 自己带孩子 啊 就是你会发现 中国女企业家最多的地方是什么 是是哪个地方你们知道吗 是重庆 还有四川 尤其是重庆的女企业啊 特别多 啊 吴亚军 龙湖的老板吴亚军 对吧 东元的老板 罗绍颖 啊 然后东元地产的老板 然后 是吧 像什么小天鹅呀 起火锅呀 重庆的女企业家是非常非常多的 啊 所以四川话有一句话叫什么 叫爬耳朵 就是爬老婆 就是女性很强势 啊 然后重庆那个地方 尤其如此 就是女性非常强势 啊 就我跟你过不下去 我就不过了 我就跟你离婚 我自己带孩子 我就我就跟你离婚 然后我自己带孩子 然后我很我很争气 就这样一个状态 他宁愿自己开一个火锅店 自己去带孩子 很累 他也他也他他不会去 他他也不会说去去忍受这个东西啊 去去去忍受你的拖累 我们刚才讲了女性上升过程中遇到的几个坎啊 第一个是长相的坎啊 第二个呢 是学历的坎 对吧 第三个呢 是婚姻的坎 那第四个是什么坎呢 第四个坎 就是你心态的坎 人格的坎 什么叫心态的坎 人格的坎呢 我微博曾经发过一个是吧 现在已经转发好几千了啊 这中国这个就是也不是中国了 其实整个东亚国家都是这样的啊 整个东亚国家都是这样的 那不管是日本韩国日 还有还有中国 其实都是这样的 包括新加坡和香港都是这样的 整个东亚所有的地区和国家都是这样的啊 就是把女性当弱者来培养 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我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啊 就是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背课文 背英语课文 老师让我们背课文 其实我背的还挺熟的啊 就是当时前一天的时候英语老师说了一句话 他说那个英语课文大概有两大段吧 他说如果你背不如第二天抽查 如果背不完呢 就要罚战 就要罚战 我当时其实背的真的很熟 我只是最后两句话没记下来 然后呢老师就让我罚战了 当然罚战我无所谓 对吧 因为我脸皮红嘛 对吧 我是男生嘛 对吧 从小就被罚战无所谓 真的完全无所谓 我还挺乐呵的 是吧 背罚战 然后当时有一个女生 其实背的真的是磕磕巴巴的 背的完全不熟 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完全背下来 然后英语老师呢 就就因为看她是一个女生 对吧 因为你们知道女生脸皮薄嘛 对吧 要面子啊 脸皮薄 就因为 她是女生 然后就没有让她罚战 就找了一个借口啊 就是看她背的这么差 那第二段肯定背不下来了嘛 对吧 就第一段直接找了个借口 好好你坐下吧 就是找了个借口 我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个事 当然这个女生现在是吧 其实工作也很差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我的初中同学啊 工作也很差 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多收入 然后婚姻也很差 就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 女性在成长的过程中啊 家庭 老师 同学 朋友 对于女性的期待是很低的 什么意思呢 有很多家长来找我咨询啊 他们 他是给他们的女儿来咨询啊 明明是吉林大学的研究生 女生 女孩 明明是吉林大学的研究生 明明是一个重点大学的研究生 或者是明明是一个重点大学的本科 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期望非常非常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你好不容易考上了重点大学 他们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的期待是 你只需要去考一个什么事业单位 或者是什么公园 一个月拿八千块钱 拿一辈子 只要稳定 他们就乐意 你们想想 这个期待有多低啊 你们 你们能够理解这个期待有多低吗 一个月八千块钱 一年是十万块钱 十年一百万 十年是一百万 假如说你从二十五岁开始工作 工作到六十岁是多少年 你们自己算一算 你从二十五岁开始工作 工作到六十岁退休 是三十五年的时间 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值三百五十万吗 对吧 因为你十年你才能赚一百万 对吧 然后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就是三百五十万的价值 然后退休 拿退休金 这个就是大多数父母对于自己的女儿的期待 就是这个期待太低了 就没有梦想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心态的问题 就是没有梦想 这个是绝大多数女性 她为什么她的伤称接过程会有问题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她没有梦想 这跟你其实什么什么专业毕业的 什么学校毕业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吧 你就是一个中端学历毕业的 你也可以梦想成为 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一个二本学历毕业的 你也可以成 你也可以梦想成为亿万富翁 就像我样 对吧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毕业的 我从小就认为我能成功 对吧 我从小就认为我能成为亿万富翁 对吧 这成不了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就是你要有这个梦想 对吧 你才会不断的往前走 那很多女性 她她学习真的很好 她学习真的很好 因为她很听老师的话 她很听家长的话 她就好好学习 然后好好学习 完了好好找工作 但是为什么她升不上去呢 她的社会地位 为什么升不上去 她的阶层 为什么升不上去呢 是因为她没有梦想 对吧 她自己就满足了呀 她找一个八千块钱 一个月的工作 就满足了 你们也知道 事业单位这种工作 对吧 公务员这种工作 你基本上 你只要不升职 是不可能长薪的 基本上 对吧 只要不升职 基本上是不会长薪的 像体制内的工作 基本上不升职 是不会长薪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 那如果你家里又没关系 对吧 都是很多来照顾咨询的 都是家里都是很普通的家庭条件 对吧 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父母都是 干了一辈子 是吧 五十多岁了 还是科研呢 对吧 跟那有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说你孩子进体制内 你孩子能生得上去吗 他们依然乐意 对吧 因为他们没有梦想 父母也没有梦想 然后呢 你的周围的同学也没有梦想 你的老师也没有梦想 然后灌输给这个女孩的 也就是你不需要有梦想 是吧 你只需要你只需要你只需要稳定 就可以了 对吧 你只需要去去当一个穷人 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 这就是心态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弱者的心态 对吧 你就是想当一个弱者 对吧 你就想一个月赚八千块钱 然后赚一辈子 然后然后你的整个职业生涯 就是三百五十万 好 我们基本上就讲这几个 这几个点 好吧 然后我们下面进入互动时间 互动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 大家来提问 好吧 大家开始提问 开始提问 然后我来回答大家问题 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签聊最近的变化 最近一直听签聊的朋友肯定是知道的 我们签聊的时间有改变 之前是每周四晚上的十点钟有一期 每期大概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今年大幅度的增加了 这个签聊的这个课程的数量 之前是每年每个星期一期 每周四晚上十点钟 现在时间改了 现在时间改成了一年至少一百期 增加了一倍 因为一周一期的话 一年是五十一周对吧 那相当于一年五十一期 那我们现在的时间改到了一百期 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 增加了一倍这样的状态 然后呢 时间呢 不固定 只要我有时间 我有精力 可能会远远超过一百期 可能会远远超过一百期 只要有时间 有精力 就会跟大家讲 那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呢 就往后拖一下 就没关系 反正肯定数量是很多的 这个大家要相信 第二个呢 就是价格上的变化 主要是签聊的年卡价格变了 之前是三百九十一年 四百九十一年半 现在是改成了 新的一期是限时特价九块九 对吧 然后呢 讲完之后呢 会调到一千九百九十九 因为主要是服务年卡会员 主要是服务年卡会员 然后我把这个签聊年卡会员的购买链接发出来 然后买了千疗年卡会员的朋友 赶紧来加我的微信 我把你拉到超本群里 没有买千疗年卡会员的朋友 也可以加我微信 后面有什么项目 商业项目 或者是咨询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联系我 好吧 王老师就是你们的人脉 没有问题的 可以来加我 我刚才已经把千疗年卡会员的购买链接和这个微信号都发出来了 没有买的 那个喜欢听 但是没有买千疗年卡会员的朋友 一定要赶紧买 因为后面还会涨价 好吧 后面还会涨价 然后买了以后的朋友呢 赶紧来加我 我把你拉到超本群里 超本群的话 是我搭的一个平台 供大家平等的交流 交朋友 然后呢 沟通商业信息 然后呢 交朋友的这么一个平台 基本主角是你们 并不是我 这个超本群的主角并不是我是你们 我只是管控这个群 就是不要出现太多的负面舆论 不要出现太多的政治性的东西 其实是给大家搭的一个平台 这个群是免费的 但是需要买这个千疗年卡会员才能加 王老师应聘英语老师被拒了 打算以很低的公司实习或者不要钱去 可行吗 这个可行不可行 主要取决于就是你找的那个公司愿不愿意啊 一般来说如果你的 就是如果说你的能力和要求达不到用人公司的要求 一般来说公司可能并不会因为你想你愿意降薪而要你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但如果说你愿意展现你的诚意 对方愿意要你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 女生体制内比较体面 比较好找对象啊 你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点 为什么呢 没有钱的女生 家里条件没有钱 然后在体制内官 就是职位也不是很高的女生 因为公因为体制内的工资完全跟你的职位是对等的啊 而且体内的工资本身就不高 除非你贪污受惠对吧 但我们就不讲贪污受惠的问题了 对吧 你一个小科员 基本上你也没有什么贪污受惠的那种那种机会 对吧 所谓的好找对象不代表你升级了 不代表你上升了 你懂吗 我要告诉你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这一点啊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穷人 你只能找穷人 对吧 只能说你在穷人中好找对象是吧 但不代表你升级了啊 不代表你的抗风险能力增加了 对吧 你像我有一个朋友是吧 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的 是我们的高中同学 他跟他老公 我前两天讲过这个案例是吧 他跟他老公都是南开大学毕业的 南开大学毕业了以后和我们老家 是吧 他老公很快就当上了一个政科级干部啊 那又怎么样呢 但实际上 后来他老公被抓了 对吧 他就跟他老公离婚了 自己带孩子了是吧 一下就从一个体制内受人羡慕的 这么一个年轻的 这么一个官员的妻子 变成了一个单身妈妈 对吧 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啊 为什么 因为他 因为他自己 本身体制内的工资就不高 对吧 你是没有抗风险能力的 然后你嫁了一个人 你体制内的 但是你没有钱 你体面你没有钱 你能找什么样的人呢 你还是只能找没有钱的人嘛 对不对 有哪个亿万富翁 会因为你是体制内的去找你呢 对不对 会因为你的工作稳定去找你呢 你的那点稳定 在有钱人看来 根本就 一文不值 对吧 因为你再稳定 你一辈子不就赚这么点钱吗 对不对 你一辈子加起来 就赚这么点钱 我需要你的稳定吗 不需要 对吧 所以很大多数人 根本就不知道 有钱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大多数人 根本就没见过有钱人 对吧 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 真正的 富一代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我建议大家去听 我那期富一代 富一代的特征 好吧 就是我们签聊 底下有一节课 叫富一代的特征 专门讲富一代的 真正的有钱人 是怎么思考问题的 真正的有钱人 根本不会在乎 你工作稳定不稳定的 真的 你赚那点钱 对吧 你在体制内一年 能赚二十万吗 对吧 如果说我一年 能赚两千万 我会在乎你 那你不用干了 你根本就不用干 这二十万的工作了 你就在家带孩子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你一年二十万 然后你在 我跟你说 大部分百分之八十的 体制内的人 一年连二十万都赚不了 对吧 那你说你 你能找到什么样的人呢 对吧 所以体制内的女性 好找对象 是好找对象 但这只是一个错觉 你只是在穷人中 好找对象 你并不是在富人中 好找对象 因为富人 根本不在乎 你是不是体制内 根本不在乎 你工作稳定不稳定 根本不在乎 你那点工资 我从来没见过 一个女性 在体制内工作 然后她工资 第一 她没什么钱 她能找到富人的 我从来没见过 因为真正有钱的人 根本不在乎这个东西 寡妇哥你好 国际贸易专业 2019年7月15日毕业 现在还没有转正 在上市公司做客服 一个月四千 部门人很多 还有必要待下去吗 当然没有必要待下去了 对吧 做什么客服啊 为什么要做客服啊 为什么大学毕业要做客服啊 为什么要做客服啊 是吧 我宁愿去蒋破烂 我都不会去做客服的 对吧 我蒋破烂没准 你们不要瞧不起蒋破烂的 我跟你们讲啊 陈光标你们知道是干嘛的吗 对吧 陈光标你们都知道吧 对吧 经常捐钱的那个人 他就是做废品回收 他是做废品回收起家的 对吧 然后做拆签 对吧 我告诉你 真的 就是 要看你 看你有没有梦想 对吧 看你这辈子打算赚多少钱 对吧 为什么要做客服这种工作呢 这种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这种工作初衷上就可以做 我宁愿讲破烂 我都不会去做客服的 我就可以这么直接告诉你 老师 我是四川人 在广州985读研 听老师这次课 觉得四川比广州更适合女性发展 但是四川的好企业 确实没有广州的多 我是应该回四川 还是应该在广州发展呢 我是四川人 在985读研 听老师这次课 觉得四川更适合女性发展 但是四川的企业 确实没有广州的多 我应该去 回四川还是在广州啊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 我觉得没有必要问 为什么呢 四川和重庆确实 他在文化上更尊重女性 但是呢 这不代表说你 你回四川和重庆就能成功 是吧 也不代表你在广州就能成功 对吧 成功的人在哪都是少数 成功的人在哪都是少数 无论你是在四川 还是在重庆 还是在广州 对吧 成功的人在哪都是少数 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成功的人永远都是少数 对吧 如果是你 而且尤其是 如果你是要打工的话 其实在哪打工都一样 对吧 其实在哪打工都一样 你回成都打工也一样 你回广州打工也一样 其实广州的工资水平 跟成都是差不多的 虽然成都是个二线城市 广州是个一线城市 但是实际上 广州的工资水平很低 广州的工资水平很低 广州的工资水平 大概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二 一半到三分之二 同样的岗位 深圳两万 可能广州只能给一万 实际上 实际上 广州的工资水平 跟成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打工无所谓 无所谓什么成功不成功的 我要告诉你这个观点 就是打工没有什么成功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成功的打工者 但如果说你要创业 但我估计像你读了研究生 我估计你就不想创业了 因为一般喜欢读研的人 他都是想打工的人 他都是喜欢给别人打工的人 才会去读研 因为喜欢创业的人 喜欢做生意的人 是不会去读研的 所以说如果你要创业的话 那就看你的资源在哪里比较好 我建议你去你一个熟悉的地方 去创业 王老师 你如何看待女性红利这一点 你如何看待捞女 我首先我要告诉你的一点 是什么呢 所谓的女性红利 只存在于长得漂亮的女人 长得不漂亮的女人 是没有女性红利的 你懂我的意思吗 只有长得漂亮的女人 才有女性红利 长得不漂亮的女人 是没有女性红利的 如果看待捞女 捞女当然是非常不好的了 我一直是强调自立自强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 一定要自立自强 对吧 一定要自立自强 创业 不要 不要去靠别人 不要靠父母 不要靠老公 不要靠老婆 然后也不要靠 也不要靠老板 对吧 靠自己 是吧 这是我的价值观 所以我肯定是不喜欢捞女的 好吧 我也不会 然后我也觉得那帮人都是上不了台面的人 寡妇哥 微博上有很多情感专家天天教 教对教女力 对女性有利的东西 教女力 对于仆女来说 做捞女可行吗 我就可以这么直接告诉你吧 对于仆女来说 做捞女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仆女 对吧 你长相就很普通 就你这个长相就不可能有很有钱的人喜欢你 我就可以直接告诉你 然后你各方面都很普通的情况下 你一定是在你的本层次里面去找的 在你的圈层里去找的 对吧 根本不可能有王思聪这种人看上你 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一年赚几百万的人去看上一个仆女 这是不可能的 对吧 那么你在你本层次的人里 你怎么捞呢 对吧 他也你也没有钱 然后你长得也普通 然后你然后你找的男人赚的钱能力也很差 对吧 家庭条件也很一般 然后也没什么太多钱 你怎么捞呢 对吧 你能捞什么钱呢 其实你捞不到什么钱 你不仅捞不到什么钱 还会把你自己的名声给捞坏了 对不对 仆女你要么你就好好过日子 你要么你就自立自强 对吧 你不要老想那些外门邪道的 对吧 那些情砖 那些所谓的女力情砖 其实都是去吓唬女吊丝的 我就可以这么直接告诉你 而且都是吓唬那些无脑女吊丝的 寡妇哥90年长相5.5分 在宁波少儿英语机构 少儿英语培训机构做管理层东层 以后职业生涯怎么走 我这要说一声啊 我们刚才讲长相的时候 没没忘提了啊 大部分仆女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对自己的长相过估计过高啊 我为什么提刘基手呢 其实我当时想提这个事我忘了啊 大部分仆女对自己的长相评分过高啊 我就直接告诉你吧 范冰冰就是在直男眼里 在这个社会整个普遍的一个标准的啊 一个长相的客观评分里 范冰冰就是7分啊 范冰冰就是7分 5.5分是什么水平 5.5分基本上就是个明星水平 好吧 大部分仆女长相是在两分以下啊 而且大部分是在负分啊 这就是首歌的评判标准 我就我实际上首歌的评判标准是非常客观的啊 大部分仆女其实都是在零分左右的啊 零分一分或者是负分啊 根本就不可能到5.5分 我就这么告诉你 如果你是5.5分 你根本就不可能是仆女啊 一定会有很多人追你的啊 一定会有很多人追你的 5.5分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模特的长相啊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小模特的长相 会有很多男生来追你的 然后所谓的少儿英语机构的中层管理 这只是你以为的中层管理啊 就这种创业公司 这种小型公司根本没有什么中层管理啊 少儿类的机构 少儿类的教育机构是以销售为主的 就是老师不太重要 因为他不用考试 老师不太重要 是以销售为主的 所以销售能赚到比较多的钱 然后管理其实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啊 有中层管理 根本就没有什么中层管理 这些都是你以为出来的 那以后的路怎么走 对吧 那你自己看你自己看你的这个 你自己看你的这个 你擅长什么对吧 什么叫中 创业型公司 小公司哪来的管理啊 对吧 我都纳闷了 王老师 你好 之前看你在签聊里聊 结交各种大V 畅谈对世界的看法 几个小时 女性如何融入到这种男性的小的社交圈里 职场中也能感受到男性这种小社交圈 对于女性的隔阂 如何融入这种小社交圈 我觉得你问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今天晚上问的很多问题啊 我觉得你是问的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真正的去感受这个世界了啊 你是真正的去感受这个世界了 你提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 我给你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啊 我给你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什么例子呢 就是以前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啊 就是我的我的以前的同同事和朋友啊 一个互联网大厂的一个朋友 他是在那个公司职位非常高啊 就相当于GM级别的 什么GM级别是什么级别呢 就相当于事业群总裁的这个级别 就比比副总比集团副总裁要低一个级别 但是级别已经非常高了啊 级别已经非常高了 年薪上千万的啊 然后 他新来了一个同事 他新来了一个同事啊 就是别的公司被挖过来的 然后 是比他还高的 领导挖过来的一个同事 从别的公司 但是呢 来的时候呢 是他的下属 他当然不好说什么了 他第一件事是干嘛呢 你知道吗 那个人来公司以后 第一件事是这个男的呢 这个这个领导带着这个男的去嫖娼 啊 嫖娼干嘛呢 去拍去去去 然后呢 嫖娼完了以后呢 去带着这个男的去嫖娼 然后呢 去去 然后吃饭 吃饭的时候录录音啊 录音 就是互联网公司 大公司的高层的政治斗争 可以就是可以严重到这个程度 你知道吗 我给你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男性的高层的社交圈啊 就是非常高level的社交圈 大商人啊 大政治家的社交圈 为什么女性很难融入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圈子呢 很简单啊 很简单 因为他总不能带着你去嫖娼吧 对不对 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吗 对吧 对吧 因为你是女人嘛 对吧 这女性的道德感会更强一些 男性没有那么强的道德感 就我刚才已经说了 对吧 女性对于家庭的责任感会更重一些 然后呢 女性对于感情的依赖性 也更强一些 但实际上男性没有那么强 就男性更更社会化 男性更注重 我刚才讲了 是吧 评判一个男人的社会价值 和和评判一个女人的社会价值 唯独是不一样的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啊 金钱 事业 社会地位 这是别人评价他的最重要的三个维度 你再回味一下我讲的东西 金钱 事业 社会地位 你离没离过婚 然后你离过几次婚 根本没有人关心在这个社会上 我就可以这么直接告诉你 根本没有人关心一个男人离过几次婚 根本就没有人关心一个男人 家庭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根本无所谓的 对于男人来说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评价男人的 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我刚才说 你再回味一下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这个社会是如何评价一个女人的成功的 是美貌 男人和家庭 对吧 有两 他的家庭跟男人也有关系 他的男人跟男人也有关系 一个女人 一个社会对于一个女人的评价 他有两件事是跟男人有关的 但是对于一个男人的评价 没有任 你会发现对于这个社会 对于一个男人的评价 跟女人是没关系的 是吧 你找谁都可以 是吧 你如果是个富翁 你找谁都可以 随便 是吧 你可以找一个明星也行 是吧 你找一个素人也行 别人还觉得你这个人挺好 是吧 你发现了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女人很难融入男性的顶级社交圈的原因 因为思考的维度 思考的问题都不一样 对不对 好 还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问题 我们再回答两个问题 就今天就结束了 好吧 然后我们明天 我预告一下 我们明天讲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 我们明天讲如何一边旅游 一边赚大钱 讲我一个朋友的真实的经历 如何一边旅游一边乱大钱 我相信会给很多人带来启发的 明天 大家赶紧关注 那个课标已经排出来了 然后还是那句话 没有买千疗年卡会员的朋友赶紧买 没有买千疗年卡会员的朋友赶紧买 非常的划算 599一年现在 599一年 599一年半 599一年半 而且马上要涨价 马上要涨价 因为真的课程增加了一倍 只涨了100块钱 好吧 马上要涨价 我看一下 好像只剩十几个名额了吧 应该是十几个名额之后就会涨价 好 刚才那个问题呢 就是女性如何融入男性的顶级社交圈 对吧 其实很多女性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融入男性的顶级社交圈的 对吧 比如当小三 当小蜜 对吧 这个当情人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但我相信你肯定不是想这么去融入男性的顶级社交圈 对吧 那么如果你不想这么去融入男性的顶级社交圈 你想怎么融入呢 那你就必须给这个社交圈提供价值 那这个价值是什么呢 那你得自己事业有成嘛 对吧 你得自己事业有成嘛 这是很简单的问题 对吧 那你不能说你自己事业也没成 是吧 你又不提供其他价值 那你怎么融入这个顶级的社交圈呢 对吧 你还是要自己自立自强嘛 说白了 对吧 你能创办一个老干妈这样的品牌 或者是能创办一个很厉害的产品 对吧 我是鼓励女性自立自强 然后去创办一个伟大的产品 或者创办一个伟大的企业 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去融入所谓的社交圈啊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自立自强的 好 今天没有问题了 我们今天就先结束好吧 我们期待明天的讲课 明天会非常非常精彩 明天会非常非常精彩 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彩 今天我们期待会非常精彩的